好 这边来看一下猪雀对阵击击的第一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猪雀的阵容我给大家讲了 就是我觉得稍微的有一点点险嘛 风险有点高 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 就你前期打到东西了以后 要知道幸运儿的残局能力还是很强的 他一局恨不得给你翻出六个道具来往你脸上怼 看吧 就这个局对于穷人来讲 他们可能想打出的一个节奏点 就是前期有一个比较好的牵制 比如空军和那个飞音家牵制 然后幸运儿先开娃加速修机 然后等到后面的话 幸运儿什么电筒啊 加枪啊 护臂啊 一系列的道具来打出这个阵容的上限 当然这个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情况 那万一比如说这边对过来找到这个幸运儿 幸运儿这边在还没有确定自己是否安全的情况下 已经开了个娃 咱们这娃得扛刀 但是马哥很细节的一个走位 一个回溯过来 绕 板子破 马哥这把的话不像其他监管者 他带的是底牌 完了呀 这开局 这就是我刚给大家讲到的 就这个阵容说实话 他一旦是陷入到了被动 那就比较难翻了 特别是这局的一个上限点 幸运儿被抓 你如果说就把空军倒得快了 其实外面幸运儿开娃到时候开枪什么的都还能输 开的有点早了这个娃 用兵来救一波 看马哥这边的一个防守要将走位 好的一刀失中 人救下来以后应该户必直接跳走了 这边的话没有任何的逗留 确实也没什么好逗留的 一个抽刀没中 看看能不能逼出闪现吧 因为薄命20秒的 幸运儿手里面啥都没有 想要逼出这个闪现有点困难 一刀打中 那就继续捣捞位置吧 这个位置相对来讲 对于穷者来讲 好一点 视野上面不是那么的清晰 可以找地方卡着卖掉这个幸运儿 这把穷者我们来想想 他们残局要怎么打 因为这个前期的一个击倒太快了 飞行家这边再掏一波薄命吗 也可以 就是掏一波薄命的会 相对来讲 比卖掉会有更多的一个休机时间 但与此带来的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存在感 而就伤害会给到一刀至少 然后就有可能吃双倒的一个风险 这边的话是平地走过来救人的 还行直接开喷吧 看一下马哥 马哥这边的话 哎马哥打得真不贪啊 再追一刀 我先走了飞行家走 马哥待会儿看一下 会不会选择去切传送 直接起一个快速的控场追击啊 还是说慢慢的走过去 利用闪现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击倒 两种都可以啊 两种都可以 挂飞 那边在补状态 那边在补状态 马哥 状态补好 但是有闪现 有闪现 其实飞行家这个点还是比较危险的 面对一个二阶女鬼 她在喷射背包 其实拉不开特别大的一个距离啊 所以说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边飞行家其实在蹲 让要将的佣兵来那个扛压 这个是很正确的 因为飞行家不能倒 说实话 哎 找到了 哎呦 直接开大招 拉距离拉不了 而且这个点位的话 说实话有点尴尬的什么呢 这边的板子已经没剩多少了 再加上这边 应该是佣兵准备修这边的机子的 飞行家走不了了 回溯 哎 但没骗到 那交闪了 要交闪了 这个地方一定交闪了 交闪的话压住佣兵 还可以 马哥应该是宝瓶真胜了 应该我说的 那个保守一点宝瓶真胜 大概率其实是个多抓面了 大概率是个多抓面 因为现在密码就差的 真的不是一心半点啊 差的有点多呀 对吧 一个差60 一个差80 加起来差140 差一台半的机子 傭兵 怎么说 户币跳 打到了 还这一刀 哇 这 那 两个人 同时交技能 一个回数 到脸上 给我倒 傭兵是 交掉了自己 所有的户币 并且吃了一刀 才把飞行家救下来 而救下来以后呢 并没有争取太 就并没有牵制太久 这甚至有可能要四杀呀 空军不太能再来了 其实穷者这个时候要考虑的是什么 考虑的是跑一个了 如何跑一个 空军来给压力 但是密码机是肯定学不完的 就待会儿交完枪救完人 可能是吃一刀交了枪救人 或者吃一刀救人交枪 但是我觉得这个飞行家也走不了 也走不了 躲掉了 好的 这边 那抬你空军 好吧 多管些事来救人是吧 好 你先躺着 再一个回数 到脸上 飞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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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喷射 马哥 花时间不会特别久 因为现在的话还差一台 将那于 将那于差一台机子嘛 一个抽刀 四杀了 稳稳地挂飞以后 手里拧有一手传送 这个空军 感觉还得交自棋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在想 就空军要不要来救人 因为这空军来救人 其实也盘不活的 与其这样不如看看 能不能留有这些道具 保留状态 把密码机先修完 然后去看看能不能跑一个 因为这波来冲 一段是 像现在这个结果呢 空军要交自棋 密码机又不够 想要跑一个的可能性就 微乎其微了 这个局简单来说就阵容导致的 如果说你让朱雀的人打就上一把 积极穷者的他们那套阵容的话 我觉得想保平要好打很多 就是开局可能没有那么烈 这把主要这个阵容确实有点脆 它的一个攻击性强 但是它的一个防御能力就低 就收益与风险它是并存的 你不能说这套阵容上限很高 对吧 它下限也很低 那所有人都选这个阵容了 好了 四杀 阿泽